好,来看到新城乡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二次的定期大会开议了 由新城乡乡长和理台进行市政报告 未来将以结合地方优秀人才共同参与乡镇的发展 产学、观光、食物连结等市政重点 在共同的努力之下呢,让新城乡得以快速的发展 新城乡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二次定期大会 三十一号正式展开 新城乡民代表会主席成员表示 针对今年度193仙道北边动工以及附近部落机会所启用等重大工程 对新城乡长和理台和公所团队的努力则是暂许有加 今年五月下旬 193仙道北端拓换工程也已举行了动土的典礼 193仙道是通往七星南宫景区重要的道路 经过多次的环品及土地的架构协议 终于等到开工的时候了 相信未来也会带动本乡的经济及冠冠产业的发展 令秀宁在此感谢 这几年在和乡长及相关业务部门同仁的努力下 本乡各部落聚会所也一一的来启用及完工 部落聚会所对于族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不仅是提供良好的场地 让族人们讨论公共事务及办理税食祭典 重大节气之外更是文化传承的好所在 简介的就是新展向南和立台进行实证报告 并且以优秀人才结合地方参与乡镇发展 产学观光食物连结 智慧创新观光发展 奖励学生私信发展 照顾学者立志向学等中大政策 在共同的努力之下 先年相得以快速发展 成为最幸福的城市 领台出任第四九十年香港 将几年代理公所团队建前行 感谢相信对于施政的肯定 中央及信费的补助 各位代表先进的督促 村长地方施政的面目 让领台及公所团队能够尽力建设新增下 回顾施政期间 领台信中自喜 无论未来会面临多少的挑战及困境 力要卯足全力和辜负乡亲的期待 这段期间 在施政主流社会服务 有感的和照顾 智慧创新观光发展 民生建设新闻发展 严明文化经验传承 以及教育生跟奖励鞋子等各项政策 都逐步的非常起来落实 各项的品品都有亮点的成绩 向南合理台感谢全体代表同仁们 并表达祝贺 各位代表历经乡亲民意肯定 进入本乡民意机关 胜负乡亲的付托 监督公所实证方向 在所惠和谐互相互的基础之下 努力建设新城 逐步打造成为友善幸福的城市 记得终于欣赏不到